二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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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ors 二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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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疆亚新飞行俱乐部創始人 飞行教员 马姆沙 是新疆到伊犁人 我在马达加斯加航空公司 从事过一段时间 对航空器也好 对整个民航的运行也好 有一个非常深度的了解 从2020年开始考到飞行执照以后 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的总飞行时间 已经超过800多个小时了 这个在飞行员整个行业里面 其实是不算多的 我参与过应急救援的项目 也去做过飞机撒农药的项目 后来拿到教员执照了以后 就一直开始从事飞行教学 飞行体验的代飞这些飞行科目 在我的教员的执照下面 我帮忙注册的学员 已经超过20多个人了 我现在带你做一个超重和施重 超重的时候我们的鸡头会拉起来 施重的时候我们的鸡头会下去 准备好了吗 3 2 1 走 还可以吧 我们在跟学员去教学的过程当中 会向学员去传达一个理念 你要意识到飞行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你必须要对风险有非常科学的一个评判 在我们这里我们会跟你去讲飞行原理 还有飞机的一些设计 还有机场的组成部分 然后去丰富你的理论知识 还要接受至少30个小时以上的飞行训练 会练一些应急的科目 比方说我们会模拟发动机失效的科目 还有模拟我们飞机进入失速的状态 这些科目都会让学员去反复的练习 然后才能够保证 他在有偏差的情况下 安全地把飞机落回机场 那我觉得新疆相对于全国 其他的地区和城市来说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你可以把航空的应用场景 在新疆全部都想象出来 地广人虚 所以我们需要有飞机来做一些运输 很多地方都有非常漂亮的景色 那么我们想要给来新疆的游客 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欣赏不一样的新疆 无人机跟飞机飞到天上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无人机是你的灵魂在天上飞 但是飞机就是人和灵魂一起在天上 平时你去参加航展的时候 你只能通过围栏去看那些飞机 总共把驾驶舱全部都打开 让小朋友可以坐进去 让大人可以坐进去 我们的飞行员在旁边解释 它的一些专业数据也好 它的一些作用和价值也好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降低大家接触航空的这个门槛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航空里面 去享受飞行的乐趣 我想自己驾驶这架飞机 去环游整个新疆 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通用航空越来越发展 会有机会去实施环飞新疆的动向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 帮助更多的人飞上蓝天 去看一看不一样的视角 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 它会比在我们地面上面看到的景色 要更加美丽 我觉得要更加美丽